好接下来我们看6.5的练习 传粉和树精 成熟的花粉散落在同一棵花 或同一棵树的另外一朵花的 雌蕊的柱头上 这种传粉的方式 我们称为自花传粉 所以这个定义就跟课本上 我们修改了 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了 那同一朵花的花粉落到另外一棵树的花的柱头上 这个就是一花传粉 再来进行配对一下 花粉力很多而轻的就是枫梅花 如果花粉力比较大 有粘性的就是枫梅花 再来如果有芬芳的气味 有甜美的花蜜 一般上就是用来吸引这个虫 对不对 所以这种也是属于虫梅花的 如果是柱头生到这个花瓣的外面 花药很多时候也会在这个柱头 这个花瓣的外面 这种就是属于枫梅花 因为它要让枫把它给吹走 然后柱头当然也是要补抓花粉力 这样子 花瓣的颜色比较鲜艳 也就是虫梅花了 也是要吸引虫的一个结构 林大叔呢 他发现到果园的这个龙眼的产量一直下降 他就决定了引入了一些蜜蜂来提高龙眼的产量 这个是因为林大叔呢 他觉得说蜜蜂呢 能够促进船粉 如果玉米开花的时候 遇到连绵阴雨 结出来的果呢 果汇呢 就会有这个读汇嘛 果碎嘛 这个应该是读碎 常有缺力 这个是因为呢 花粉呢 被雨水冲走了 影响传粉 所以只要你没有传粉啊 你没有成功传粉 你的这个果实其实就结不出来 所以这个要注意 那个传粉跟这个结果的关系 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 你以为说传粉办了吗 我不要传粉不行啊 真的是不行 它也会影响你结果的一个 就是打果实的一个成功率 在开花前 就把这个桃树甲的瓷蕊去掉 桃树乙的雄蕊去掉 桃树饼就不做处理 然后呢 再讲甲乙饼三朵花 分别用透明的塑胶袋照住 然后呢 砸着 砸住它的袋口 就怎样 如果它是分开的 砸住的话 如果你去掉瓷蕊 你就不能结果 对不对 不可以结果 那你去掉雄蕊 应该也不能结果 因为你的雄蕊要有花粉 然后再加上你又包着它 你不让其他的花粉 另外一棵树的花粉进来 所以它也是没办法结果 所以不做处理的 它同时有雄蕊 同时有石蕊 它才会进行自花旋粉 然后才可以结果 所以呢 甲不能结果 鱼也不能结果 饼能够结果 如果我今天 这个同样实验 我不用透明的塑胶 照住它 没有分开的绑着它 那哪两棵树 可以结果呢 饼可以结果了 这个肯定的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去掉雄蕊 因为你去掉雄蕊 你有瓷蕊 你还是可以结果 就是等其他的 另外一棵树的花粉进来 那你就成功传粉的话 你还是可以结果的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